下边咱们就来个快进播放模式吧 要不然时间太久了 咱们先穿越到2015年 去看一看 那个冬天有一个孩子 急需帮忙 妈妈别哭了 那是2015年的冬天 一个四岁坚强的孩子 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他叫小石头 是沈阳市苏加屯人 他得了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疾病 克罗恩病 给他灌肠 他嗷嗷酒真的 两个护士都安不住 他就说 妈妈你快救救我 经过医生诊断 克罗恩病可以用药物控制病情 虽说能保住儿子的命 但是高昂的医药费 让小石头的爸妈再次崩溃了 童年孩子可以平平安安地成长 我看到他除了难受就是疼 小石头的情况播出后 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 纷纷找到栏目桌 2015年1月15号 我们特别为小石头举办了一场 用爱延续生命供应晚会 在现场的爱心募捐活动中 共为小石头募集善款 20万8千560元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对我们这个家的帮助 我们一定会坚持 坚持把小石头 让他健康成长的快乐成长 谢谢大家 我清楚记得 那场晚会现场那有一千多人 不少人看到这一家的故事 都泪流满面 那你知不知道 小石头现在怎么样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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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 你好 你好 长这么大了 不用换鞋吗 不用换鞋 这大小伙子 快看看 当年妈妈跟这抱着才上台呢 对 现在这些 上几年级了 上三年级了 第一眼看到小石头 咱们热线记者的心里 真的是一块石头落地了 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小石头 认谁都无法 和五年前 那个只能躺在病床上 或者只能依偎在妈妈怀里的 那个小男孩 联系到一起 这是谁过生日啊 这是我爸爸过生日 咋想到画这个了呢 过生日给他什么点惊喜 然后呢 我呢 给我爸画一张画 回来之后 我爸看到这张画非常开心 五年前 家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从那样的低谷中 被别人拉出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 当时更是不敢奢望 踢球 咱男生最喜欢踢球 有八个人分四组 两个守门员 两个主公 说到体育活动 小石头转身去了自己的房间 翻翻找找 拿出了一根绳 说自己现在跟其他孩子一样 课间同样 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追跑打闹 肚子还疼吗 不疼的 肚子现在不疼了 没啥疼痛的感觉 没啥难受的感觉 是吧 就是还是大便不成型 但是很少看见血 几乎就是没有血 虽然现在小石头每天 都还需要吃一些中药西药 定期还会去医院 做一些相关的复查 但是相比较五年前造的罪 现在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谢谢叔叔阿姨 如果没有你们 我就不能像这样非常健康 长大了 想当一名医生 为祖国送出奉献 然后呢 多挣点钱养活爸爸妈妈 要说咱们的小石头 除了懂事听话 勇敢坚强之外 还特别的爱学习 墙上的奖状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听听秋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耍耍 是和黄叶告别的话音 就小石头这事 那军工章里 也有我的一半分 真敢说话 我又一次 佩服你这脸大面子矮 五十来人干的事 你就敢分一半 那也有一部分 说实在的 看到小石头 今天这个活蹦乱跳的状态 我这心里边 那叫一个吊筒打水 不对呀 那不是十五个打水 七上八下吗 你是不是不会算账 一个吊筒打水 它不就全放下去了吗 我相信 所有曾经帮助过 关心过小石头的热心人 看到现在 这个小石头的样子 一定会为孩子高兴 也为自己能改变 一个孩子的命运 而幸福和骄傲 孩子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好好努力